各位觀眾,歡迎收看最新一集的《股壇思見》 我身邊有施永青先生和私基金基金經理李浩德 錄影時間是星期四,6月3日 股市有波動,但近來香港樓市非常暢旺 中原近來的生意創了紀錄 單月收入非常高 師先生,你如何看香港房地產交易 5月後,6月會更加高? 今年很早起步 一般過了農曆年,才是小陽春 今年農曆年前已經爆發 有些人認為農曆年前爆發 農曆年後就會忽利 結果,力度一直持續 今年上半年填土廳的登記量 我相信是創了近十年紀錄 現在還有一個月,之前趨勢來講 如果1997年,才有更旺 持續幾個月都更旺 所以反映市場,真的有轉勢 年初每個人都看不好時,今年有機會轉勢 所以,樓價升得更多 現在,對樓價挑戰歷史高位的可能性 相信的人,應該越來越多 不同的層面,無論是住宅之前 初期只是小單位、上車盤 到最近改善型的日市都多了 千萬以上的交易都多了 另外,非住宅的工商物業、鋪位 都一起增加 所以,這次反彈是頗全面的 以及不止價格有上升 而是膠頭量,亦有支持 所以,應該可以確認市場 有上升,歷史高位的機會 浩德,主要是投資股票 價量齊升的資產,你會如何看待 你會對樓市有何特別看法 即使不是投資股票 作為香港人,都會感受到 整體氣氛回復 隨著疫情變得更好 打針的人數,慢慢變得更多 大家對前景的看法 經過過去兩年,比較抑壓 包括一些社運動、疫情的時間 大家看得更好 對我來說,很神奇 始終大家擔心加息 在資產有受壓的壓力下 大家可能對經濟前景的看法 有一定的信心 才可以令到價錢和成交量 明顯提升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現象 市場上,我都會分析 私人樓或住宅走勢 過去幾集,我們曾提及過 公商鋪走勢,私人曾經買過 觀眾都問我們,如何分析公商鋪 雖然金額比較大 買賣的難度 或複雜性比私樓高 私人,可以分享多年投資商鋪經驗 有甚麼投資者要注意 住宅最安全 我們每個人都有住過 你會知道自己住宅時,需要交通方便 有沒有校區在附近 社會上,一般當作高檔區 或是屬於沒有受歡迎的地區 這些都是你作為個人,容易掌握到的東西 商業樓宇,譬如舖位,複雜很多 舖位用來做飲食 你可能要看有沒有後門 你拿到大牌,還是拿到普通牌 飲食的大牌 做酒吧,原來也要看看附近住客會否投訴 做一些事,可能影響走火,買保險 你搬來樓上,要加保險費 很多因素影響 做游戲機,又有游戲機的牌 所以,你不太容易去做 另外,市好時,當然升得很厲害 以前很多內地遊客下來時 銅鑼灣、廣東道等 那些人,看著它升級跳 但是,沒有了宅客 拆水時,一樣跌成一半、六成 住宅,不會跌得那麼厲害 住宅樓,如果你買在大陸的地方 例如,你買了太古蛇行,買了美孚 當然,你肯扶積便宣租取租 如果買了這個店舖,經濟不好 或者,做完無人,便沒生意 當買單 match鋪,還要去辦貨 還要去請人 需要開張維繫 沒有人租房就沒有算 因為這樣做的來源,最後屆扶積 你怎樣租出去? 近來的情況,有很多吉舖 可能雕空,是否生幾個月 有些舖子雕空兩三年都有,沒有實力就搜不到 所以買舖的難度是高很多 而且買舖,我初初入行,在發展商做 都幫發展商定價,即是開舖,要做定價 初初不顏色 住宅,這區多少錢一呎 高層,又貴少許 向東南,又貴少許 景豪,又貴少許 舖子有很多因素 如果這區大概幾千呎,加上舖子的舖子 要看舖子的形狀 有些舖子很深,門面很窄 有些舖子較闊,身度較合理 價格相差很遠 門面寬闊的舖子最有價值,就是門面 你走過門面,看到展品 有機會走進去做生意 門面窄的舖子,只要塵在後面做倉 同樣面積的舖子,都可以相差很遠 例如樓底高,也很重要 我曾經賣過一個舖子 用旁邊的成交比較 賣出去,我在發展商工作 看漏了樓底 有些舖子,有些舖子可商鋪 importantes 舖子可以設置鋪jet 舖子在後面是不同價格 是否有門鋪jet 擁有門鋪jet 有門鋪j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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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置進行,可以分為兩個單位租 有很多因素影響 初初入行,應該由舖位開始買住宅,再買寫字樓 舖位是最後? 舖位應該是最後 逢親風險較低,回報較低 住宅風險較低,回報較低 例如現在2、3厘 舖位可能更高 風險較高 要有回報,去判斷你購買 施先生,剛才提到的分析舖位值多少錢 價值在哪裏 在交易方面,有沒有需要注意? 跟我們一般,買私人樓樓律師 去律師樓樓,簡單地簽證,有甚麼不同? 購買舖位,被人欺騙,我都見過不止一次 我還見過,被稱為舖王 差點上當 不關他的事 我曾經見過一個案,經濟放盤 經濟放盤 住宅樓,如果沒有鎖匙 你都要親自去看 有機會見到業主 買舖位,很多時,看樓樓給自己看 舖位開門,做生意 有興趣,自己去看 看完,跟經紀談價 或者跟業主談價 有時舖位,還在田徒廳 有登記了,三年以上的租約登記 那次,投資者,差點甚麼事上當? 就是買了假業主 Pole的業主,放盤給經紀 經紀,會如何做呢? 認真點,去填土廳,檢查一下 是否是業主 他檢查到,ABC Company 放盤給經紀錄,亦是ABC Company的大禮貼 能夠配合,沒問題 幫助他放盤 他需要一個價錢 有人買,連租約購買 田徒廳也拍到一份給你 客戶看著,客戶看著 客戶看著,不錯 店舖有潛力,暫時的回報也不錯 購買下來 跟業主談,可能業主很順暢 很便宜給他 於是,下訂購買 下訂購買了 通常下訂購,會找自己的律師樓 跟業主的律師樓聯絡 業主的律師樓,在田徒廳拍攝一份 Certified True Copy 就給他 沒有問題 業權是他 決定購買,不是過大訂購 如果店舖沒有借很多錢 訂購,便會給業主 通常是美秀及近銀行的 律師樓,便會放售 律師樓,便會放錢給他 或是一些店舖,便要求收錢 即是演契 我看到當時,簽了大訂購後 才發現業主不是真正的 為何不是真正的? 原來香港的有限公司,有限公司的董事 有限公司的董事 自己填的表,便可以改善公司 公司註冊書,不確定你是否真正的? 你便看到公司,蓄意欺騙別人 即是他代表去改了自己的名字? 他便代表進去 原本是David Leung 李浩德就寫,David Leung現在不做董事了 是我做的 田島廳就改了他 他便去銀行開戶口 準備好了 現在開戶口很困難一點 以前很容易開戶 於是,放盤給中原 中原便幫他找客戶回來 到客戶買了 錢便被他收了 他收了,便把錢匯了 去外國台灣 找不到他 找不到他 我見過這些案件,不止一次 有些是收了大訂,便離開 夜長夢多,大訂,很大筆 例如,幾千萬的店舖,收到大訂也有幾百萬 好地地 我還見過業主,過了大訂的騙徒 其實很多騙徒背後,有知識的人 指揮白粉腦出來 隨便找一個人,肯認頭 早已給安家費 他便繼續騙你 到達成交 有些銀行有契,說要買家去銀行調契 買家的律師,寫信給按揭的律師 例如說,要調契契,也被人調契 到達成交 你的店舖的錢,被他收了 收了,我見過那個人,還不走路 還收了下個月的租 律師樓寫信給租客,說現在不需要交租 舊的業主也要交給他 業主第二個月收不到租 才打電話給租客 租客說,不是,你賣了樓 我聽律師樓說,給了新租 業主才說,賣了樓,我未賣過 最後會出現甚麼情況 發覺真業主,沒有簽過契 買家,沒有得到業主的genuine consent 所以交易,是不被接受的 買家就大件事 首期又給了銀行借錢 銀行借錢,增加追求你 沒有了店舖,就差了新債 如果不小心,會被人騙了 如果見到賣家是公司名,就要小心點 現在的銀行借錢,不會隨便調契出來 調契時,都會打電話給舊業主 你是不是賣樓,有人調契 以前的律師樓來調契,就不會問 律師樓不會騙他 我當作漏洞,仍然存在 有限公司,可以換董事 普通個人名字 可以換身份證 業主是David Leung 李浩德說,人事登記處,我現在改名 他不理會你,甚麼事改名 你宣誓要改名,就改了你做David Leung 他便去放盤 你還可以對上手契的簽名,不同 業主,幾十年前買下的 年輕人,當時未夠年齡 但你如果看一看,便知道 律師樓檢查一檢查 當然,你對以前的身份證號碼,可能不寫出來 以前是有身份證號碼,寫在舊契上 你就對一對 要檢查清楚 聽施先生說 比較少觀眾,聽過剛才的流程 假如你真的有興趣買舖,或想了解多些 記住要做多些功課,以及找一些很順暢的人 很順暢的盤,你們更加要小心一點 做這些事,想騙你錢,便不會在價格上 和你免來免去 明白 所以,這麼大隻隔壁,隨街跳,都要小心 所以記住,施樓 寫字樓,最後才是工商部 深度或難度是不同的 我們轉回說,剛才提到的物業 我們最後也提到股市 其實近來股市,雖然之前就好一點 其實這個禮拜都幾波動 但剛才消息,中美會再重啟貿易談判 你認為兩者會否關閉 從而令到股市有新的上升動力 如果大家,尤其是港股比較關注 過去,直至去2019年,上半年 影響市場氣氛及投資情緒非常大 當然,自從特朗普落近,到現在拜登 整體來說,環境偏偏好一點 再疊加,我相信是因為疫情的關係 大家各自,中方或美方 都希望先安內後讓外 搞好自己的經濟 在疫情當中 最新看到,拜登跟習近平主席通過電話 早兩天,劉鶴和耶倫通過視像會議 最新今日,如果看大陸發佈 在政經溝通上,都會重新好一點 我相信,在這段時間 雖然有很多來來往往的中方和美方 其實,具體內容不太多 但整體來說,應該沒有反抬 大家希望保持一段距離 這對市場來說,是一個比較好 少一樣的擔心和風險 我估計,特朗普以前推出的措施 是對美國造成傷害 即是交了關稅後 現在發現,關稅大部份是美國消費者 入口商承擔了 最初,你簽合約買回來 定好價格 你要交關稅,入口商給了 下一批貨 日口商,會將關稅轉價在生產商 中國的產品竣竟真力 如果越來越下價格,我賣到歐洲 或亞洲其他國家 部分方面,中國可能不受壓的情況下 美國的日口商,不能將價格引低 所以,關稅是日口商及美國消費者承擔 這結果,造成美國的商品價格上升 現在,美國要壓低通脹 壓低通脹,比較容易的做法,就是放棄部分關稅 所以,我自己看這次談判,會對中國有利 美國可能會為了自己利益,都要減少關稅 無論投資者有什麼立場,只要中美雙方比較和諧 我相信,無論經濟或股市,都有機會更進一步向上升 今集的時間到此為止 如果大家對C基金有興趣,請去網站或Facebook專頁,可以多看資訊 我們下星期再見 大家有興趣,請去網站 就不動電視台,請給統一位 我設計算,在轉變 我 helped你來能體驗 我能看一位 是的,你們需要 我能不能買 解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